各位海外的鄉親時代 好朋友大家好 很歡迎看到鄉親對個鄉的母語 這麼多的關心 每一年都基盤世界台語文化贏 出錢出力非常熱心 就是因為我們有鄉親的關心 對我們立候空運輸開始 用政府的力量推薦 我們的台灣母語教育 到現在已經是差不多20年了 各位都知道議員是文化的基礎 台灣話就是台灣文化的軍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年輕人的效果 願意說台灣的文化 才有法度一代一代這樣團下去 過去三年我做總統 要求政府的團隊 對台語文化的傳承 要做更多的事情 像我們的國家議員法典法 去年已經通過 現在的台語和客語和原住民的議員 都是我們的國語 今年開始使用100空佩年的客綱 以後國秀印尼到我們的古中的三年 在學校都會上課 賀我們的母語 這是很大的進步 上次的電視台 台語台也正式開台 會讓我們的台語文化的提供 更加順利 也讓我們的孩子 可以看電視給台語 母語如果好 文化就會好 文化如果好 國家就會幸運 政府一定會繼續打招 我也要請各位海外的鄉親 共同來打招 讓我們台灣的議員 和我們的文化 不斷的傳承 不斷的發展 日空日空日的選舉 對台灣來說是非常重要 要守護台語文化 也一定要疼惜 保護我們台灣 我們的國家 守護我們的民主 和可以讓我們的驚訝 永遠有法度 選擇自己的生活 我要請大家 十三天支持出英文 最後我要祝福 我們世界台語文化贏 順利成功 大家身體健康 為了台灣 我們島上台北 劉勒 感謝